这两个大国美国和中国其实都是脆弱的大国 美国现在中央议长还难产 而中国呢我们来看一下 还有第三季度增长4.9% 前三季增长是5.2% 第四季只要4.4% 就可以达到原来中国政府所说的5%的达标 但是这个里头呢 如果你看它很多内容主要是来自于消费 而这个消费来自于中国内部 对消费的刺激方案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纽约时报做了一个评论 虽然中国第三季度的GDP增长超过预期 但是整个房地产的危机并没有划散掉 这个礼拜甚至还传言碧桂圆 他的妇女两个人要逃走 事实上是没有的 主要的原因是房地产的危机 仍然非常严重的威胁中国 中国的经济危机仍然存在 虽然它在中东的大和解 可能在这件事情里头 因为底巴的冲突 而比起美国是大获全胜 但它国内也真正影响 习近平政权的最核心的问题 它的阴影没有完全消散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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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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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y bwd6